选战倒数16天的时间了 那么在台北市的选经依旧是相当的胶着 那么为了希望能够拿下最后的胜利 很多的候选人满无不下谋 要希望得到市民的选票 但是现在带你来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显示出 其实在台北市这个部分呢 胜率的支持者大约有27% 那么国民党的支持者也有30.8% 其中中间选民占了33.8% 那么当然也有8.4%是不知道的 但他们发现其中民众党的支持者 近半都是白皮蓝骨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云龙就说了 那么现在呢最精确的基本盘蓝绿势力 已经来到了1.14比1 蓝银是占上风的 但是呢台北的政党支持度 现在已经是三分天下的状态了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民进党是21.2 国民党20.2 民众19.7 其实呢这差距并不大都在误差范围里面 所以中间选民的动向将会是举足轻重的 也是左右这一回选举谁能胜出的关键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